哈喽,毛哥们好呀,欢迎收看卡毛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卡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被语为奥斯卡一注的战争片《1917》 讲述一人穿越战场,只为替好友寻找哥哥,挽救1600人生命 故事发生在1917年的春季,是一战进行的第三年 长官找到小丁对他说 来来来来,你从这儿传到那儿,传过敌人控制区,传达我的指令 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进攻,那是敌军的埋伏,别中计了 否则你哥哥和1600名士兵都将会死去 你带着你的朋友,你们两个一起去啊 人太多,目标太大,成功的几率也不高 小丁为了哥哥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但是好友大壮就不愿意干了 这明显是个送命差事啊,他希望小丁考虑清楚 小丁说,我亲哥哥在那里,必须去啊 两人在战壕里一路的争吵,脚步却没有提下来 他们先是按照长官的指示寻找少校 来到中尉告诉他们,前线有一堆马的尸体,温着臭味就能摸紧敌人的防线 如果你们被敌军打死,尽量死在我方阵地 因为死过了线,我们就不负责冒险去收尸了 当然,如果那里没有敌军,你们就发个信号让我也知道一下 随后丢给他们一个信号弹 两人爬出战壕,步步为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前行 两人走过臭去熏天的战马尸体,穿过一段铁丝网 大壮步小心划伤了手,但他根本没有工夫去管这个手,继续前行 这里是敌军的战壕,遍地的尸体混在泥土里,两人觉得不寒而栗 但是这些,他们早已司空监惯,两人继续偷偷前行 终于摸到了德军的防线内部,这里空无一人 从仍有余温的炭火判断,敌人刚走不久 两人暗自清醒来得还挺是时候 顺着可以行走的路线,他们摸到敌人羞续的地洞 他们正在感叹,敌军睡的床比我们都好哎 一只老鼠引爆了敌军埋伏的炸弹 这个敌军太聪明了,走也不忘设下埋伏 大壮瞬间被埋在了废墟里 小丁想也不想的徒手扒开石块,救出好友 大壮的眼睛看不见了 小丁让他紧跟着自己行走 糟糕的是,路面竟然有一个深井 小丁声嘶力竭的喊道 兄弟,你得相信我,跳过来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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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的跳了过来 两人酿酿苍苍终于走出了地洞 大壮右水清醒的眼睛,原来是红尘蒙住了 从鬼门关出来的大壮边的暴躁 他抱怨小丁为什么拉自己来送命 在一顿发泄之后 他还是默默选择陪同好友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小丁两人打出信号弹 告诉大家敌人已经撤退 路上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和恐惧 他们开始聊了起来 小丁说,等我回去 我就像貌美如恪的小仙女小卡求婚 如果被拒绝的话 我就找村西头的王寡妇撮合算了 你还是找王寡妇吧 正说了,就来到了一处农庄 满月的果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 花瓣飘洒在空中 扑鼻而来的花香 让小丁想起来奶奶的果园 春天万物复苏 本该是生机昂然的季节 但由于战争 他们的生活似乎都是冰冷的灰色 他们来到了被敌军飞击的院子 意外发现被遗乱牛奶 哇,太好喝了 在这里打仗三年 早已不知道除了白开水以外的其他味道 这时一辆敌军的战机被击落 他们第一时间抢救出飞行员 管他是敌是友 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小丁让大壮去找些水来 飞行员却趁机拿匕首一刀捅向小丁 大壮疯了一样的开枪射死了敌人 其实我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救了飞行员 而飞行员还要恩将仇报 在他们的眼里 只有杀掉更多的敌军 赢得战争才能有更好的生活 战争让很多人变得麻木 丧失了善灵和同情 大壮带着小丁继续前行 小丁却因为失血过头不能动弹 小丁让他一定继续前行传达指令 拯救哥哥与1600名战友的生命 大壮跪在地上低声的抽叶着 在战争的残酷下 好友因为死亡 他必须在生死之间做出抉择 他取下了好友的遗物 拿着商风给他指令 大壮继承着好友遗愿 一个人独自上路 他一定要将信件送到前锋手里 这时有一支部队从这里经过 他们好心的安慰了大壮 得知了他的前行目的后 让大城军车继续上路 因为他们去的方向可以载他一段 望着好朋友尸体停留的院子 渐行渐远 大壮陷入了沉思 同车的战友在相互讨论着喧闹着 而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车子走到半路突然陷入泥潭 大壮猛的警醒立刻退下车子 看着战友们的无动于衷 他请求大家帮他推车 他赶时间 他特别需要时间 周一在大家的努力下 车子又一次发动起来 继续前行 众人不解的问他 你要去哪里 他说他必须执行将军的指战命令 避免有军露着敌人陷阱 要去阻止这场屠杀 但众人并不看好 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大壮说我必须做到 在他心里 他的目标和信念特别坚定 行驶至桥梁时 发现桥梁被炸毁 军队只能绕行 他知道时间就是生命 为了好友的遗愿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 他选择独自穿越桥梁 林子前 长官告诉他 一定要当着很多人的面 说出命令内容 因为很多人喜欢战争 大壮听到这句话一头雾水 但肯定有他的道理 不过过桥并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 一路上按枪不断 大壮一路躲藏加射击 终于来到桥的对面 他在千军一发之际 杀死了埋伏在房子里的德军 而小镇子之中 似乎充满着层层危机 这里不满德军 照明弹 还有侦察机 他趁着夜色一路奔跑 不停躲避 来到一处被燃烧的教堂 对面走了一个人 是敌是友 两人都分不清楚 走近一点 德军就在开枪了 德军一路紧追不舍 危急时刻 大壮躲进了地下室 这里藏着一个法国女人 女人细心地 帮大壮处理了伤口 就在这一刻 大壮才有了 一丝丝的放松 屋里还有个婴儿 是这个善良的女人 捡来的亲婴 大壮拿出身上 所有的食物 还有那会牛奶 给了她们 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看到孩子纯真的面容 大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大壮拉着孩子的手 轻轻地哼着诗歌 孩子代表着未来和希望 这一刻世界仿佛和平 她享受着半刻的安宁 不知不觉 天马上就要亮了 女人请求大壮留下来 可是她必须走 必须上路 去完成她的使命 如果没有战争 这兴许是一段浪漫的邂逅 但很无奈 出门没多久 大壮被敌军发现 大壮一路狂奔 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大壮跑出废弃的小镇 纵身一跃 跳进急喘的河流 冰冷的河水中 她拼命挣扎 却又被无情地冲下了瀑布 幸运的大壮在河流中 紧紧地抓住一根树枝 终于她没有了力气 缓缓地昏睡了过去 却又被水呛醒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水面上布满尸体 她越过尸体 奋力地爬上了岸 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此时她隐隐约约地 听到了歌声 她顺着歌声一路寻找 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战友 大壮摊在地上 静静地听战友唱歌 一首关于思念家乡的小调 她也陷入了幻想之中 仿佛回到了自己幸福的童年 被战友发现后 大壮傻傻地呆呆地 嘴里不停地说 我要找到德文团 战友告诉她 我们就是 大壮立马站起来 寻用指挥官的位置 在人群中 战壕中 他一遍遍地问着指挥官在哪里 没想到战争已经开始打响 他看到战友不断地身边死去 他必须阻止这场进攻 挽救这些战士的生命 大壮不顾生命危险 只身跑出战壕 横跃整个战场 去传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他在冲锋的战场上 不断地奔跑着 好不容易撑到指挥所的大壮 却被两名士兵拦了下来 他一把推开士兵 闯了进去 拿出信大声喊 必须停止进攻 但是指挥官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要乘胜追剧 断了敌人的脑巢 大壮说那是敌人的陷阱 并拿出司令的手信给他看 现场那么多人 他也不好拒绝 看到信上的指令 他停止了进攻 但是指挥官很生气 在他看来 他想继续战斗 尽早结束战争 性子太急了点啊 好在军里如山不能反抗 大壮终于完成了使命 尝出了一口气 而旁边的一个长官说他做得好 看来也有明白人希望停止进攻 但他们左右不了指挥官 这个指令的到来 仿佛就是一场寄生雨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在战地医院 他找到了好友的哥哥 当大壮告诉哥哥 小弟已经牺牲时 哥哥变得非常沉默 虽然他们知道 做了军人 自己的生命早就交给了战场 但是得知亲人去世 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很难过 但又不能说些什么 大壮从兜里拿出好友的遗物 交给哥哥 哥哥握住他的手 感谢大壮在最后时刻 陪伴在弟弟身边 大壮转身走向另一棵树 坐在草地上 拿出家人的照片 犹如质宝一般 眼睛一眨也不眨的 看着 看着 大壮一路上九死一生的 完成使命 但对于战争来说 大壮做的只是延缓了 他们的死亡时间 让他们充满希望 又充满绝望 1917是一部被誉为 奥斯卡一著的战争题材的电影 据说这部片子的灵感来自于 导演萨姆门德斯的祖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他连续斩获了奥斯卡最佳摄影 全球奖最佳剧情片 一镜到底的完美运用 更是让人们贪为观止 但更多还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 让观众去思考战争的意义 所以打动人心的 不是一镜到底的高超拍摄手法 而是整个故事的内核 爱与生命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小凯奇说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我哦 掰了个掰